要站頭要不要 好 先坐好 熱騰騰的蒸肉園 一籠接著一籠搬上台 客人點攤兩個起跳 卻有客人PO文 說外帶想多一點辣椒 覺得被老闆惡整 客人PO文說 點了肉園外帶 說辣椒多一點點 看到老闆狂擠 還說不是要多一點 我沒在客氣的 讓客人傻眼 覺得不舒服 你要嗆這句嗎 不會吧 我沒聽到人家說話 當酒精我都說話 員工否認挑釁客人 民眾貼出兩張照片做比較 一碗正常 辣椒醬看得出來少量 但另外一碗加辣板 滿滿都是辣椒 如果知道醬汁太多 你各不多講 我再重新做一份給你 不說我也沒辦法 不說 在鳳山開了20幾年的肉園店 一早客人滿滿 老陶吃法就是在肉園上 擠上辣椒醬 加碼淋上辣豆瓣 只是網友看了照片 覺得感覺就是故意 有人說知道態度很差 所以不去買 不過也有人覺得 一點點跟多加一點點 意思不同 老闆以為你要多一點 真的是店家難為 除非我特別跟老闆說 要多加一點 老闆做那麼久了 他不會這麼沒有專業 你不能理解的人 就覺得會有惡意 忙起來都會這樣 覺得只是好意建議 好心建議一下 不會很不舒服吧 個人說法兩極 只能說下回在老闆 失手擠太多辣椒醬前 馬上告知 以免事後抱怨 也於事無步 記者蔡宗宣林智慧 高雄報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